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一涛建筑设计总裁杨东升 欢迎你 和建筑设计服务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 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闪亮登场 庄嘉玲 32岁 陕西省西安西京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大专学历 大家好 我是努力拼搏向阳而生的张嘉玲 来自美丽的广东上尾 广东人 广东人 希望今天能够有好运气 求之成功 谢谢大家 欢迎你 欢迎你 嘉玲 来 请坐 哇 你好白啊 上尾的女孩都这么白 上尾的女孩普遍都比较黑 我是个例外 你为什么是例外 我有半个重庆的协同 家里谁是重庆 我妈是重庆人 一个东南 一个西南 怎么认识的呢 我妈三十年前 她跑到那个城市去打工 然后和我爸认识了 重庆妹子特别贤惠 实家是一把好手 对啊 我跟你说做早餐 就是我的一个强项 我刚好这几年 都在我们自己的家乡 开了个早餐店 早餐店挺辛苦的 北方人讲话那叫琴行 特别累 我看你这过往经历 卖过酒 科技公司做过培训师 对 当郎一下 就卖早点了 一做还是五年 对 自己做老板 享受做老板的那种感受 很喜欢做生意 扣肠外号是创业赚钱 那她应该去创业 为什么来去就业呢 可能创业比较难吧 我这几年其实 不是一开始就做早餐店的 这几年的那个经历太丰富了 我是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想做人影品牌 就是那里面有豆花 还有芋圆啊 还有绿豆红豆 就很大一碗 那就说明你最开始想做甜品店 对 然后就投资了一点钱 那就赶开了 就直接就对 然后我开在我们家乡 其实还不是第一次创业 我在这之前有去昆明 去开了一个季度就倒了 也是甜品吧 对 那你为什么还敢做这个呢 我想着说那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想着说肯定是昆明这个地方有问题吧 昆明这个地方有问题 你就是典型的啊 走哪儿哪儿不好啊 你不是问题 大环境是问题啊 城市的环境啊 其实昆明也很好啊 只不过说可能当时我刚第一次创业没经验 所以说在昆明失败了以后想东山再起 对 必须的 必须得继续 我对创业特别执着 确实一直都很乐欢 你能感觉到吗 不然多开心 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对吃也特别有研究 然后想着说去那边开肯定能成功 就找了个十几平方的店 这一回肯定是老家的问题 这一回老家没问题了 我就想肯定是我个人最大的问题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庄家林我跟你说 他们可以这样说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自己啊 一定是大环境的原因 你没有问题 我当时在想 可能脑袋这一块 可能缺了 欠缺一点考虑嘛 比较冲动 太冲动了 对 调查的少 好 但当时你创业失败了之后 你痛定思痛反思了一下 你还是毅然决然的要干 对吗 对 其实我没那么容易放弃一样东西 我看出你执着 对 比如说像之前 我甜豆花不行 我想着 甜豆花可以吧 对 对吧 你总得把客观原因都找遍了 你才能确认真是自己的失败 那可能 我可能比较更适合去重庆发展吧 可能那边人会更喜欢吃咸豆花 咸豆花在我们那边真的不被接受 最后咸豆花也失败了 然后我想着说 你看看你上台不到十分钟 中国的民营企业历史上 已经失败了三个创业项目了 小项目 小项目啊 下一个咱失败哪个领域 但我失败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这几年都没有变过 我跟你说 我换的是项目 但是我弟子一直在那里 我就留着我的客户 不管你是讨厌我还是喜欢我 反正你不喜欢吃 喜欢吃哪样 我就看你的呗 我就制定我的客户群嘛 所以说大家这几年看到你 总是一种很欣喜的表情 对 就是你看 这是那个甜品店的嘉宁啊 这是甜豆花店的嘉宁啊 这是咸豆花店的嘉宁啊 是吧 从这角度看还是 社群运营是对的 对 它还是有支点的 然后我想着 行吧 那就再学吧 再学东西吧 就想着想来想去 居然能够想到做油条 你们海陆峰那边 吃得惯油条吗 吃啊 干早点是吧 你猜我们那边 吃什么口味的油条比较多 吃什么口味的油条 油条还有什么口味 您赐教一下 赞白糖 倒真萌 怎么样 我的甜油条 居然能干过咸油条 快快 你们都在鼓掌啊 我跟你说都在鼓掌 这很不容易 可不容易了 我们听得都这样吃 听你 听你辛苦 真不容易 其实我那个早餐店 做的成功最大 最大的一个原因 还要归接到我的豆浆 豆浆 对 它是直接拿豆子 直接来现打的 我就秉持着一个想法 我一定要做健康的 而且我还得让你们 买的人看得到 我就是现打给你们吃的 又而且种类还特别多 我还做了红豆 黑豆 还有绿豆 还有小米 我卖的最好的 是我最贵的一个豆浆 是黑芝麻豆浆 那个口感太纯了 太湿滑了 你知道吧 我觉得你一说起这个 两眼都放光 对 后面我又扩展了我的业务了 扩展我小公司的业务 我又做了肠粉 也很好吃 又薄又透 然后又很软很糯 它不会硬 大卫老师 你没觉得人家讲东西有画面感吗 对 就是因为它有画面感 所以说我饿向胆边 我这次真的特别想给展示给你们 现场炸油条做肠粉给你们吃 给你们裹一个肠粉 肠粉裹油条 小小小小 这你好吃 我挺好吃的 我还挺想去它试试的 我就这样说吧 我现在已经虽然 离开那个浆屋好几个月了 但是还有好多人来问我 说你 你当时不是说要去另外开店吗 你的油条什么时候能做 是啊 对 大家也挺惦记你的 这些年干一个黄一个 好不容易有一个稳当的 你不干了 大家伙还挺弃你担心的 对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好多广州深圳边大城市生意不好做的人 他们都返回家乡里面去创业了 很多人都选择做吃的 你的竞争更激烈 对 哇那一下子 好像一下子那个影响就变得很大了 可能只是觉得现在买早点更方便了 对 开的更多了 对 它比较好吃的好像越来越多了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对 越来越慢 虽然你是个小店 但我特想问你 你最开始也想说 我要把这个小店一直做下去吗 有这个想法吗 那肯定的 包括现在 其实我也没想过一辈子都会打工的 我可能老了四十岁五十岁 我都有可能再重新开始 小庄刚才讲的所有的故事 我特别特别的感同身受 因为小企业家创业 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什么做市场调查呀 什么做前期的什么什么策划呀 背着就干 对 然后就不停不停地试错 然后错得足够多了 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方向 然后再深扎进去 很多小企业都是这样做起来的 一个特嗨的人 一个不气馁的人 真正乐观的人 他才敢于在一个地方跌倒 这么多次爬起来 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想在老家 你甜豆花也倒了 甜品也倒了 咸豆花又倒了 你脸皮得多厚 你才能去干早餐店 我要是他爸 我都会想 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丢尽了 这个叫解放天性 哎 这就解放天性 就是在脸皮厚 不屈不挠 我好想给像嘉玲 这样千千万万的小创业 就鼓掌了 我觉得好厉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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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立志的 多代鼓掌 这很不容易 雅云鼓掌啊 对 其实嘉玲她特别具备那种积极心理的特质 什么时候该外归因 什么时候内归因 就是前期我受挫的时候 我不要先否定自己 我先外归因 让我分析一下 是不是还有机会 但是她反复失败的时候 她说我得向内看 要不然我不能老说 市场不好 环境不好 人不好 这个对职场是特别宝贵的一种素养 我觉得就是创业 不管你什么时候开始 你可能都得 就是听过再多的道理 都得自己花钱买点教训的 其实很多人是想象中的创业 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一到实际中 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 原来像空气一样的存在 现在变成说 每一样都要自己去获取了 其实就会变成你自己一个人 从原来一个专职的岗位 到说你就要懂财务 要懂招人 这个其实是 大家在之前 就创业之前是 没有办法 就是很快地get到的 创业不创业 也许就那个时间点 选择的有问题 它需要在某一个职场当中 打工打到某一个位置 或者打到某一个阶段 那时候觉得资源够了再出来 你今天来找三个岗位 销售策划和助理 那我接下来就得按照你的意向岗位问你了 你想做销售 那咱聊聊你卖酒的那段经历 你业绩怎么样 其实我这一路走来运气都特别好 去到那个公司 是我人生 我13年刚毕业 我人生第一个工作 他每个月分给我的销量 我都能够完成 我每个月其实业绩都还很不错 那个领导就说过我说 刚毕业能做到那个成绩还挺不错的 就这样跑了一年多 后来我同学 他当时已经在那个美容 美容公司在做 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要不做美容吧 会更适合一点 然后我就在想着 就重新做了一下规划嘛 就进了这个美容公司 做美容培训师 因为可以到处跑来跑去啊 那种状态 其实也是当时我想要的 美容公司以后这一块 就跟策划有很大的一个联系了 我们公司每年都会办招商会 至少也得两三次吧 那你做过会销吗 就是你在会销上你会扣单吗 我们当时就做卖手 就是所以是你 你就是参与做这个项目了是不是 我们要给他制定方案 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卖多少钱 然后你的客户要分类什么的 我们都得分析 都得策划整场活动 在广东区的话 我们是做的最好的 业绩做过最多的80万 一般这个方案都会包含什么内容 你要计算它的成本 公司赚不赚钱赚多少 它的一个利润 还有就是要分析 对方美容院的一个能力 能不能卖得出去 他能不能给后续客户都体验的好 对 然后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我们会提前下去 会不惨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负责的 真不错 老板们都给你点头 你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先卖酒 然后去美容推销 对吧 会销你也做过 然后想创业 自己做生意 其实应该说 他这个职场之路 还比较清晰的 而且我觉得他讲的 就比较接地气 其实我真的觉得 嘉玲的整个工作经历 和我们要招的人特别匹配 你们想招什么样的人 现在在互联网 有个很高级的讲法 叫客户成功 顾问是销售嘛 你不仅要把东西卖给他 因为你卖给他的只是个工具 你要让他用起来 再加上说他第三段 这个创业的过程 就是 就这种弃而不舍的精神 就是我觉得你不断地 在排除错误的选择之后 其实你成功的概率就变高了 你听不见吧 你在说话的时候 他在捏直响 四个人都会捏吧 你就这样面对镜头 你咔来一下 我看 应该都会 听到没有 听不见了吧 但是我想说 这是个吃过苦的孩子 有点女汉的那前置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你爸妈 你现在32 这个 不在个人问题上 对你有什么要求和期许吗 有 但他们拿我没办法呀 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想去哪去哪 想干嘛干嘛 没人管 对啊 我这几年 我都把中国名山都爬遍了 我赚的钱 我 我 除了拿去创业 我第二件事就是 拿去旅游花了 你给小伙子们点机会呗 你有什么择偶的要求吗 虽然我们是求职姐 但是求偶也可以 说不定 那个广东地区优秀的青年 是谁看上你 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我想认识一下 装甲铃 是把塔的比辟级告诉我吧 我终于听到天津话了 这不是天津话 这不是天津话呀 你还是天津来的少啊 你就说你对择偶有什么要求吧 这个东西得看演员吧 就是看感觉 多可爱一小姑娘啊 小川刚才你讲了一个 就是你有很多的老客户 不论你做了什么样的改行 做了什么 他们都一直跟着你 你怎么样维护住这些老客户的呀 你是我开店的那段时间 对对 早餐店 对早餐店 其实我最主要一个就是 我特别特别真诚 哎 那个可是你老换来换去的呀 这个口味都 受众人群都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但是会真会不停地增加新客户 然后那些老客户的话 以前吃 可能他喜欢的 他可能吃不到了 他可能会 我做什么 他就会换成 吃我现在目前就做的这个东西 你有这个能力 有啊 那要不咱们来简单演示一下 我就是你一个老客户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气场 你知道吗 你这东西不用试 就是他天然有这种感染力 他就能把人聚在他的身边 我不信 不管他做什么销售 这个东西吧 是人的一个气场 你懂吗 你能感染我吗 试一试 把咸豆花改成了甜豆花 你让我来吃一下 诶 老师我跟你说 我最近研发出那种甜豆花 真的是太香了 在广东这一块 对这个东西已经特别依赖 就是很迷恋 小庄啊 我是北方人 我吃惯了咸豆花 你这个甜的我吃不惯 老师你怎么能就是 你怎么能穿惯了西装 你回家以后也穿着西装吧 肯定都得换一下了 对吧 那你能不能在这个甜豆花里边 给我加点盐 可以啊 你要是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可能甜的咸的都放一点 因为本来咸的东西放一点糖 会更好吃 是吗 对 以后会有继续再创新 好的 谢谢老板 哎呦 这么贴心 我下次还来 个人觉得刚才嘉玲她考验的是 当客户对你有反对意义的时候 你的反应力 刚才你的那一刻 确实你的反应力慢半排 对 你对假设是个老客户 你的那个热情劲没发挥出来 你有点紧张了 可能因为他 其实如果面对老客户 其实会更随一更随 我想说一句啥 如果他俩要是用 他们当地的方言交流 你信吗 他的感觉完全会不一样 在舒适的语言环境下 其实人的思维也是更放松的 对 然后表现得也更真我 所以他跟你在普通话交流 包括在这个舞台上 一定程度上会稍微地限制他 这个会有 但是小庄的亲和力是很好的 对 他真的是一个好销售 因为他从一开始上来 讲他的故事 就非常引人入胜 其实这是一个 好销售的一个潜质 行了 现在他们八个人都留灯 接下来会做何选择 企业家们 有请 嘉玲祝贺你还剩下三盏灯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 对啊 名字叫做 谈钱不伤感情 优赛生命科学发展 有限公司 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培训师 我们在天津空岗 嘉玲你好 我们公司叫霍圈圈 我们给一个岗位呢 是神批销售顾问 然后底薪的话是六千家 地点的话呢 是长沙或者是天津 或者是就是 其实地方都是可以聊的 其实前面我话讲的会比较少啊 然后利聘我们是一个上市的 科技的人力学院公司 给你留的是北京的岗 销售顾问 做了这么久也该活动活动了 对 嘉玲请出发 他应该去想五年以后 他的期待是什么 然后当前这三个选择 哪个能最快地实现 他五年以后的期待 他就选那个 不好意思 张老师 好 没有请小波和佳英走上竞价台 有些遗憾 我特别意外 你肯定还是要去创业的 但是至于前面 为什么创业失败了 我会觉得是说 你先看一个公司 它是怎么样做的 怎么样运作的 然后在这当中 你可能也会服务很多的企业 你会更能了解 一个成熟的公司 或者说你未来 想做一个品牌 无论是大而全 还是小而美 可能都会有一个 相对成熟的体系 我们的培训和培养体系 是非常好的 我想问的是 这样的工资 自己还要去租房子 就是问提供住宿吗 对 我们确实不提供住宿 半年这时间 如果你坚持下来了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 冉冉的一个销售的新星 所以我认为前期的困难 我觉得我们可以 一起想办法度过 我们那提供住宿 不需要你在额外去解决了 我们内部非常和谐 我们团队非常稳定 销售不是靠底薪火的 对不对 未来你到底想 在什么样的平台长出去 比如说你在做 下一个职业选择的时候 上市公司 那这份履历 会不会给你加分 所以我只是希望 你会更理性地 去考虑和判断 重道裂屁 优赛生命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好 庄嘉玲来告诉我们 你最终的选择是 游赛孙明 祝贺陈小波 感谢朱家英 谢谢老板 谢谢你 谢谢老师 你下回再来 你把他那个特产那 大果子给我们带一下 行吗 没问题 我们在那边 计一套相关设备 不是 你给员工加个员工食堂 对 让他去食堂 你不是有食堂吗 让他来一次 也让咱们优赛生命 全体的员工 品尝一下地道的 广东海风的早餐 好不好 好 甜果子 甜果子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加油干 再见 好 谢谢老师们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登场 李文杰 李文杰 22岁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表演 中外合办本科学历 主持人好 现场的各位老师们好 我是李文杰 今年22岁来自湖南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然后我是比较擅长于唱歌嘛 所以我的本科学了美声 也学了音乐剧表演 然后目前我是做的 医保健康 做这个业务经理的职位 今天来的话 主要是想跟咱们杜老师交流一下 希望能够让杜老师对我有所赏识 谢谢 欢迎你来到《飞行莫属》 来 他一上台就表白了我们企业嘛 表达很想加入到冠声文化 带给我的惊喜真的是非常多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对冠声文化杜远志比较感兴趣呢 因为我其实我蛮爱看动漫的 然后冠声文化 它就是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声优嘛 然后就是想来跟杜老师聊聊 也就是想看 我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22 00后对吧 对 你是学音乐表演的 然后还唱过歌剧 对吗 对就是我的前三年基本上是在选美声专业 美声啊 对第四年我是属于选修了这个音乐剧的专业 你毕业之后做了一个月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 这是干嘛干嘛的 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想在自己本专业里面找 然后因为马上要毕业了 我也不好意思再继续找家里 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起来 有一份自己的收入 所以我就是现在先坐着 然后后头再朝自己的方向去努力 去学习 先赚钱养灰一下自己 对对对 来 吉利 给我们来一段 美声的即兴演唱行不行 咱们老师们有什么比较喜欢听的歌吗 看看人家 你挑一个我们这种就是外行大概听过的歌 给大家唱一个江河万古流 献丑了献丑了 长江流 黄河流 逃逃 岁月 无尽头 中华自由 雄心在江河万古流 清悠悠 四悠悠 江河万 光 雄心在江河万 无 心在江河万 〈感het和 าง 抚 哭 哭 还真的蛮好的哈 你使出了几成功力啊 刚才这个 已经不行了 已经使出了十二成的功力了 哦那你别做了你的面试结束了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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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多做会儿 文杰文杰是来单挑杜远志的呀 敢不敢不敢 杜远志要不要来来应一下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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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这个不能造次啊 我是觉得他反差确实特别大 什么样的反差 他说话的时候是一个气场 那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可爱很阳光的男孩 但是他一唱歌 确实受过专业训练 而且因为唱的有点美声嘛 感觉那个气场冲击波 差点把大老师从那个舞台上给冲击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哈 是怎么考上的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是学文化嘛 然后咱们上高中了以后 这个成绩一直不太理想 然后当时的话 是我自己从小特别喜欢听歌 就一直在唱嘛 一直都是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给大家唱了以后 唱给别人听也好啊 或者专业的老师过来点评 就说我这个先天条件能力啊 其实差距挺远的 所以我当时很自卑 我不敢跟我家人讲说 我将来想考音乐类的大学 想去学艺术 有一天我继母她问我说 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时我还跟她讲的是说 我将来可能想要做什么大老板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想能成为各位这样子 坐在这里 但是后头她就是说 我很了解你 你不要再跟我讲那些套话之类的 就是讲自己内心的想法嘛 我就说其实我想当歌手 能够站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 把自己声音里面的力量 能传达给大家 当时她就 她没有嘲笑我这个想法 她就鼓励我 跟爸爸也好 跟什么爷爷奶奶 就是去提这个事 后头一开始她们是反对的嘛 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就是咱们如果学艺术的话 这个文化分这一块啊 会稍微低一点 考考大学一些 然后当时她们就是勉强接受了 每天早上 就是然后六点起 然后七点钟就开始上课 上完一整天吧 晚上我们还有一个晚自习 上到十点多 就每天都是这样的高强度 我考上了一个211 当时我回去的时候 我们老师说 我完全没想到 你居然能考上大学 我以为你还要再来一年的 考上了以后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唱流行歌 然后我老师当时也跟我说了 说虽然我能理解你很喜欢唱流行歌 但是你的条件完全不行 所以我当时是被分类到了美声当中去 然后我自己又很喜欢流行 我就自己经常偷偷的 就在那个宿舍里面啊 在家里面就偷偷练 晚上唱很晚 我又转去学音乐剧这个专业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 一直坚持下去吧 能走出自己想走出来的道路 你是真正愿意为你热爱的事情去拼 在校期间成绩也非常优秀 2021年在某国际声乐大赛当中 获得优胜奖 同年在上海的国际声乐公开赛当中 获得了四个二等奖 一个三等奖 就是你刚才有一段经历 我觉得挺值得 就是电视机前的 高中生向你学习的 你选的这个专业 虽然它不是你真正热爱 但是你先入门 又入门之后 你又努力转专业 再朝着你希望那个方向往前走 所以人生就是什么 一站又一站的 但是大目标不变 中间的小风景都要看 挺棒的 你是典型的 唱的不说的好听 你要不要再给我们唱一段 可以啊可以啊 提点我这个企业的一个诉求 因为你既然说了 想要看一看能不能 加入到我们公司来 因为我们公司更多 它做的其实是 偏表演性质要多一些的 而且更多是台词 对 所以我希望你接下来 这段演唱不是站在这儿 把这首歌完成就可以 希望带有一点表演性质 不管你唱什么样的歌 好 让我能看到你有表演性质的 这个演唱作品 看看是否可以 希望我明白 我说不出来 我想不明白 它可在传说中的天边外 它是怎样一路走来 她的心思有谁能猜 却如何吹进我的心怀 让她轻轻唱起来 宛如天来 让我的梦似翅膀心似海 心似海深入尘埃 我醒来她却已走开 雪飘在酒台 大地盐带 看不见她的脚异流下来 心似海深入尘埃 人片外她早已不在 谢谢大家 不知道杜老师对这一段演唱还满意吗 你的眼里只有杜老师 没有没有没有 她的眼里只有杜老师就对了 我还是不能点评专业演唱的部分 我只是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评论一下 加上表演的话 我个人还是会觉得在舞台上没有完全放开 稍稍有点拘谨 这个表演的维度呢 我觉得可以再丰富一点 可能让我也能更投入一些 就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更高的期待 因为你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但是我们对于你的肢体表现 还有结合你的台词和音乐的表现能力 也会要求更高 那我其实在用这个角度来审视 我是否能给你一个岗位 文杰 从面试的角度来说 到目前为止 我能给你达到95分 谢谢老师 上台了之后目标明确 对 直接面对杜远志 第二个 暂时专业 废话很少 上来就差 然后才艺也是暂时专业 第三个 就算是专业 我暂时找不到工作的话 我能委屈求全 做一个销售 太棒了 那五分扣在哪了 五分扣在这个 我估计杜远志会刁难他 所以说那五分呢 我留给杜远志来补齐他 你扣杜远志的分 你从人家这儿找 你这什么账头 你这都是 虽然可能老师们 对我的满意可能比较高 但我自己还是不太满意的 其实问到我的时候 我都没有很好地把我自己 想表达的东西给表达出来 你如果是一百分的话 我可能只能做到六十分 声音工作者这个行业 非常的广泛 那其实每一个声音工作者 都是一专多能的 专呢就是你的声音 必须是专业的 无论是你的台词表现 还是你的演唱 他的多能就是 他可以发片去出唱片 开演唱会 他也可以去给动漫游戏 他也可以只给一个 纯声音的作品 那只有这样的话 他才能够多维度来变现 最终用这个职业来养活自己 而我们国家这个行业 其实才刚刚起步 我其实对你的期待是 如果你能来 如果你能做一个 声音工作者的话 那其实你是最符合 往一专多能方向发展的人才 那那个杜总 是不是其实所谓的 声音工作者 更多的是用声音 去塑造形象的这种工作 塑造角色 对 我期待着他在舞台上 能够表演出来一个形象出来 确实 就是我现在 因为只学了这一年的 这个表演 所以在表演这一块 可能这个训练 确实是有些缺乏 因为你一上来也介绍了 你自己平常特别喜欢看动漫 那你觉得 我们刨除唱的部分 如果是纯靠台词来演绎的话 你的这个声音 这个声线 在动漫的角色里面 你觉得有没有哪个是你比较匹配或者能驾驭得了的 这个好 我觉得我的声音可能比较适合 匹配一些偏少年感的角色吧 这个认知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能够我们学两句 就是你喜欢那动漫里面人物的这个台词啊 或者形象吗 让我们听到一个 一个具体的人是吗 杜老师有建议吗 我觉得要不然台词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重点是你刚才说的少年感吧 我可以给你一句台词 然后你用你说的 你理解的少年感的这个音色 来去演绎一下 这样是不是可以 可以的可以 就是小雨我今年九岁了 苦练了千年的功力 来到今天的现场 就用这句话就可以了 这个考验还挺大的 我要试一下 这个就确实是在杜老师面前现丑了 我试一下 大家好 我叫小雨 我今年九岁了 我修念了千年的功力 今天才终于来到这里 见到各位老师 希望大家喜欢我 谢谢 有点太惊人了 在杜老师面前现丑了 我觉得你是 稍微打开了一些来 去做这个演绎 声音演员 声音工作者 他是用声音呈现 但他首先还是一个 独立的完整的表演 刚才那一段 独立的完整的表演呢 我觉得他是完整的 但不够独立 那个独立的意思是 这个角色 他苦练了千年 终于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里面 他不是全程 都是那种兴奋的状态 然后你的声音 和你刚才唱歌 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就是你的声音出来都是 大家好 都是伞的 他应该更加集中一些 让我能够一听 就是一个少年的形象和角色 我当时我都有点坦测 我就想 杜老师会不会不给我这种灯 那我就好尴尬 因为今天一整天 我都是盯着杜老师的嘛 某一天走不下去了 你有对后边人生的规划吗 其实我最开始就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为学艺术就意味着你如果想要赚钱 必须得成名 那成名的这个代价还是挺大的 然后我自己也尝试过一年了 参加那个电影去碰一下 都是想试试看 走艺术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 虽然我最终选择了去做这个业务经理 但其实我最终还是对艺术有向往的 我并不是说我觉得我艺术走不下去了 我要放弃了 我只是说我想先养活自己 我自己能吃饱 然后在艺术这条道路上 我一直慢慢摸索 如果说你去了一个不是艺术的岗位 但是你干的也特别好 升职加薪 你还会再去找艺术吗 我可能在路线上会不一样 就是我现在想的是说我想做歌手 或者说我想去走表演这条路 但是如果说我真的在这个岗位上面做得非常好 又适合我 然后老板也非常傻说 我愿意提拔我的话 我可能会就是一直坚持下去 但是我可能就是周末的时候啊 把那个艺术的这个 变成兴趣爱好 对对 就是一直不会丢 因为我感觉我还是有一份心在这吧 00后然后在舞台上那么的谦逊 那么的沉着冷静 而且他其实表现真的是比较优秀 一点都不像2000年才出生的孩子 太成熟了 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心目当中 面试的分数是100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因为那五分啊 那个杜总没有为难 扣在我这儿了 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从面试的角度来说 无懈可击 完美 大家都说好有什么问题 所以文贴你觉得你自己就是会的缺点是什么 81 你必须要扣点分是吗 就是他真的很好啊 滴水不漏特别完美的 所以你对你的自我认知你觉得你现在的缺点是什么 我个人的感觉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很想什么都要 工作我也想要 艺术我也想追求 我哪个都不想放手 就我觉得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缺点 就是我 我都想要 这个回答也是我听到讲缺点讲的特别完美的一个答案 而且 你真实的反馈了你的需求 但是又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渴望 到目前为止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的话 你在我心目当中一百分 来吧 八位企业家 你们既然歌也听了 灯一直流到现在 来 有请各位 祝贺你李文杰 还剩下两盏灯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那我提供的岗位呢是 生优运营岗 是在我们贯升的全资的厦门的子公司 然后在这个生优运营岗的过程当中呢 一边可以去培养你学习配音相关的内容 训练你的技能 然后你有很多的机会去参与我们公司出品的一些作品 以心是五千 绩效是两千 那单独的你接的那些任何的项目 公司和你会有一个经济约上的分成 你好 文杰 因为可能大家很意外啊 因为眼神科技可能和艺术感觉起来不沾边 我们是一家高科技企业 你给我呈现的整个过程 让我觉得作为一个零零后 我看到了你无限的可能 我这个岗位 其实我这里写到的是市场专员那个岗位 但其实是隶属于我们整个市场体系 然后这个岗位呢 它会做一些市场策划 市场活动 同时呢我们有公司的自媒体 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自己的这种活动的直播 包括你的和客户的沟通的需求 这样的一些角色都会在这个市场专员这个岗位里面 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就你现在的表现而言 来李文杰 惯声文化眼神科技二选一 或者都拒绝掉 谢谢再见 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选择惯声文化 祝贺李文杰 感谢王淑琪 祝你们幸福 祝贺杜远志 我觉得好开心 其实蛮爽的 你虽然是在做声优这个岗位啊 但其实你走了很多条线 你也会出唱片 你也会去表演 也会演那些电动漫剧啊什么之类的 都会走 我有一个想法 既然你唱歌这么好 今天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 你能不能唱着离开舞台呢 我就唱宋别吧 就那个 让我们掌声请出 下一位求职者登场 赵娜 四十岁 哈尔滨商业大学 财政学专业毕业 本科学历 大家好 我是赵娜 从我大学毕业到今天 情况我的工作地点发生过变化 但是我的职业一直没有变 我是一个财务人员 我今天来到费女莫属 也想找一份财务的工作 谢谢 好 欢迎你到那儿 黑龙江人 现在在哪工作 在广州 从中国最北 跑到中国南方 是 当时怎么想到这么远的这个跨都 是三年前由于有家人工作变动的关系 然后我们都搬到了广州 你在黑龙江当时干了多少年了 财务工作 那就有 有大概十年 我也是东北人 东北人吧 咱就聊聊 有一个性格 就是在一个地儿待时间久了 不太愿意换 就不愿意出来 你没跟你老公谈谈吗 有没有别的折中的办法 你是迁就了他呀 我老公很聪明 他没有强迫我说一定要过去 他就是在让我们搬过去之前 先带我去旅游 他最后总先去看一下 看你喜不喜欢广州 你自己不争气就爱上了 其实很喜欢 我为什么想聊这个 来你们看他生活和工作中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这句话 我觉得他写得特美 特抽象 到广州时 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 什么是广州人 对呀 你怎么理解 他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广州人 广州人 这个城市呢 本着他自己还拿摆穿 那个包容的心态 然后包括我现在工作的地方 我周围都是当地的人 可是他们对我也很好 也很包容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 曾经在以前的生活环境当中 因为种种原因 包括年纪上的认知有限 可能你并不会像今天一样 去看待问题 处理问题 而是换了一个环境 又重新去学习 然后在对照之前的经历 你会觉得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去改进 是 你做了这么多年 财务工作 我们单位也有财务 我也听很多人说 跟财务打交道 就特处 就是生怕一个小数点 或者一个数不对 被你们质问 他就感觉 跟你们就特有压力 我觉得 一个事情 它都有 自己的双面性 如果说 斩钉截铁的话 那么对待一些 陈旧的问题 一定要处理 不能说 就是压在那儿 去不作为 但是我们 比如说通过自己的能力 然后让别人能感觉到 这个工作你做得非常好 然后能支持你 然后展现自己的魅力 然后通过别人 能接受的一个方式 来表达 让大家认可 这样子原质他要报销 然后他给了你一堆发票 其中的一张发票少了 怕了个一百块钱吧 就这样你就给我报了吧 你怎么处理 那这个肯定不行 根据公司的规定 您肯定要补 公司老板 我弄的忙 我哪有时间补 你就帮我弄一下吧 对啊 他可是 那也不行 那也不可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法面对查账的 税务局来检查的话 没有办法解释的 您要补全这个发票 他还是挺铁面无私的 符合财物的这个调性 就是你看很远近 而且说话不太多 其实很符合财物的调性 今天呢 赵纳来求职 带来了一段小视频 这是一个月的凭证 大概有一千张 然后先是把它整理 装丁成册 然后您看到的 只是从一月到 二二年 从一月到四月的 一个季度的 那么这是你日常工作的 主要内容之一吗 之一吧 之一啊 对我还要负责 跟国外的客户对账 然后国际的结算 国外那一部分 我挺感兴趣的 因为我们有些企业 还确实有涉外的业务 之前工作在广州港 保水区的一个企业 从事的就是海运 仓储 还有报关的业务 这些你都熟吗 我主要负责 跟国外的客户对责 但是我不知道 你说的那个难度在哪儿 因为我不太了解财物 你能给我说一说吗 我个人觉得 跟他们沟通 还是很顺畅的 因为我约定了 都用英文 其实他整场的沟通 很被动 所以我们在获取信息的时候 一直觉得是说 无论是大卫老师的引导 还是企业家的挖掘 他都显得很被动 他做了几十年的会计 说实话 我没有看到 特别多的亮点 始终做的是一个 执行层面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 实际上它的门槛 它的竞争力 在职场上 尤其是现在的 这种职场竞争中 是没有一个 很好的竞争力的 你这个离职理由 写的是个人原因 你刚才说这座城市 夸得挺好的 也学到了很多 你现在有打算 要离开那里吗 我也想求职广州 当地的工作 其他地方考虑吗 也考虑 也考虑 你没有意向企业 你希望薪酬是一万二 那你和你现在的这个工作 一万一的收入比 只多了一千块钱 我就挺好奇的 你图的是什么 考虑的到底是什么 希望有比较广阔的平台 多锻炼一下自己 我希望就通过我的努力 然后让我孩子看到 他妈妈身上也有一点点 值得他学习的地方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了 十二岁 这次生书中 你还满意吗 很满意 很满意 来让孩子看一看 妈妈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 其实这种精神是特别可静的 来 掌声欢迎我们求职者 赵娜的孩子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怎么称呼你 你就叫我小关就可以了 我想叫你关老 这魂太可爱了 刚才妈妈在台上夸你 你经验了吗 没想到 在家从来不夸 夸你了 夸你今年成绩特别好 她特别满意 至于这个成绩问题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妈妈是财务嘛 是会计 她经常会跟一些 就阿不扎比 知道是哪个人吗 阿不扎比 知道是哪个人 我知道 跟阿不扎比的一些人 就是跟她报表 然后呢 就全都是英文 我基本上一个都看不懂 然后呢 我的妈妈 就这个时候就拿给我看 然后一个一个告诉我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然后呢 我就看这个 我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吸收的越来越多 然后我的成绩 就更上了一层楼了 应该说 有这个家庭的氛围 那你考上好的初衷 应该感谢阿不扎比的叔叔阿姨们 是吧 你说实话 你妈在生活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觉得 觉得她 比较阳刚吧 比较阳刚 是条汉子 是条汉子 为什么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妈妈呢 一言不合就开张 但是说实话 我确实是特别特别的爱我的妈妈 她生我养我 在鬼门关走一遭把我生出来 然后把我养到这么大 所以我是特别特别爱我的妈妈 然后呢 我也特别希望 就是她今天能求职成功的这个 没事 您给你妈妈拉拉票吧 好 你先来到舞台上 先给妈妈拉票 来 咱们掌声啊 我今天还准备了一首歌曲 我想把她送给我的妈妈 还有送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老师们 当她那个儿子上来的时候 补了她很多 在沟通当中 对她的整个这个人的一个 这种评价 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一刻 我因为她用她的爱 滋养了她的儿子 然后呢 我会又觉得是说 哎 这样一个母亲 其实是伟大的 没法口收拾这一对手 打出温暖满满在背后 纵似啰嗦始终关注 不懂这四太内疚 沉醉与人解答了赞想 当看到儿子上台 为我加油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这次我觉得没有白来 是你 当我永远地无光 有我惊讶去望着前路 天中我 地道 不已奉弃 没法解释 真可怕尽陈恩 内宽大事 无限 千春我 此生 真地爱你 看好 特别好 谢谢大家 最后即将离开舞台 再给妈妈加油打气一下 说实话 妈妈的这个财务工作 干了很久了 她也确实是有她的经验的 所以我觉得 她在我眼里 是一个特别特别 具有 具有学识 具有经验的一个这样子 老会计了可以说 所以希望大家 多多投票吧 小光 我问你个问题 就是 你妈妈如果今天在这儿 拿到了岗位 她有可能会离开广州 我当然是不希望她离开了 因为 她 不会的 她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当然是不希望她离开了 只是不希望她离开了 是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希望 离广东近一点 好吗 好 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小关啊 谢谢 不哭了啊 小关 是最佳心有助力团 妈妈加油 妈妈我爱你 你一个四十家的女性 她可能为家庭 为孩子 为这样子 她做出了更多的牺牲 所以我内心是因为 为她的牺牲 就非常感动 那姐我肯定比你小一岁吧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也带我儿子 我也在和他相依为名 所以我很 我觉得能够给孩子 就是你把她养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是非常骄傲的 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 你的爱滋养了她 同样她的爱 也会给你无限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同样作为母亲 我能帮到 我虽然是在北京 但是我刚才特别感动 所以我愿意用我 我自己的人脉资源 帮你一起在广州这个城市 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好吧 谢谢 这是我个人对你的承诺 谢谢 我是真的还挺感动的 就是一会儿我也确实得灭灯 因为我刚开始还考虑说 要不要来我们厦门的公司 但是看到你儿子之后 我觉得他很幸福 太忍心去破坏 因为我觉得好好工作 就是为了好好的生活 或者更好的生活 你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儿子 有这么有爱的环境 我觉得还是更希望 您能在广州 或者有一天 我们也可以在广州 做我们自己的分公司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再续这个缘分 所以我觉得 您能在广州 陪伴您儿子 在人生当中 这么重要的成长的时光里面 寄予他爱 我在赵纳求职的背后 看到了深深的母爱 这是一个母亲 在身体力行 言传身教 告诉儿子 当母亲 四十多了 也依然懂得抓住 每一次机会 不断不断地拼搏 寻求更好的发展 这一点 其实比你说多少大道理 对你儿子都有用 好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首先要找这幅画的优点 那我们大家想 仙人掌的优点 特点是什么呀 生命力顽强 所以说呢 充分说明 这位选手有不屈不挠 挑战自我的决心和勇气 所以说看了他的画 我向所有的企业家 推荐他 给他点赞 但同时要提醒这位选手 在你不屈不挠的精神的同时呢 他确实有刺 也就是说 他不容易让人接近 会让我们望而却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你在性格上 容易和别人产生距离 所以说希望你在工作求职 生活当中要低调 要善于 让别人感到亲近 这样的话呢 才能团结周围的同事 协作好 实现自己的 怎么样 价值最大化 接下来 谢谢江 做出你们的选择 你可以关注一下广州的 你想投提的企业 我可以通过我们内部的一些 推荐的方式去帮助你好吗 好 谢谢 你儿子有了巨大的收获 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如何去努力地奋斗 努力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示自己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成功 好吧 好 祝你今后工作顺利 谢谢你 谢谢 再见 最终想对未来的自己说 更加勇敢一点 多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 更有底气一些 下面进入到 菲尼小课堂 我们在职场常说 意志力很重要 选一个人的时候 都要挑有意志力的人 而意志力该怎么练习 大家没有讲过方法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提升意志力的心理小技巧 第一个就是 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 定一些任务难度适中的小任务 刻意练习你这方面的能力 之所以定难度适中 就是在于 你要了解 人在于过高任务的时候 你的动机反应是直接放弃 但是任务适中的时候 你却愿意接纳它 当你接纳它的时候 做到结果的时候 你就更自信了 而你的意志力 也随着你不断挑战 就建立起来了 还有第二步就是 在生活当中 挑一项你喜欢的运动 因为当你对身体 更自信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意志力也会爆棚 希望你能成为一个 有意志力的职场人 报名参与菲尼莫属 请将您的求职简历 发送到 菲尼莫属全品 2010 at 126 如果电视机前的 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 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菲尼莫属招聘全品 at 163.com 柔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 郭金涛 我叫郭金涛 我叫郭沫若的郭 经过的经 波涛的涛 我大学是学 广告摄影专业的 那么从15年毕业 到现在呢 一直从事的是跟这个摄影 视频拍摄相关的工作 之前呢 也拍过一些 一线的明星 你拍过我吗 今天可以拍到 你要没拍过我 你就不要讲 你拍过一线的 今天呢 来到咱们 菲尼莫属的舞台 就是想找一份 摄影师的工作 那么偏短日评方向的 希望在这里呢 能够得到一个机会 好 谢谢 欢迎你 小波 来 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你这个金涛 怎么理解 爸妈希望你 从今以后 人生不要过上 平凡的生活 希望你每一天 都经历波涛 经历风雨 是吗 大概这个意思吧 名字呢 是我舅舅给我取的 你们家是这样的传统吗 对 我这个名字 其实是我舅舅取的 舅舅把他一些 对你的期望啊 写到你的名字上了 对 我弟弟 我表弟 里面名字 都有一个金字 这都是我舅舅取的 我这个名字 跟我舅舅也有关系 因为 娘亲旧大嘛 是吧 然后 呃 我我母亲姓殷 所以我就叫萧殷 我的名字也是我舅舅起的 哈哈 这早 不是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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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娘亲旧大 但是娘亲旧大 也不能生孩子起名 不听他爸呀 怎么这这这这 巧了 也就起了 你妈妈姓 凡 这萧凡 对对对 江一 阿姨姓一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但这也是我舅舅起的 也是舅舅 真的假的 这些是舅舅 你们合起伙来蒙我 不可能 大老师 我觉得舅舅是最有文化的一个长辈了 我问江一 你这真是舅舅起的 对 我因为我写字慢嘛 然后后来这个一比较简单 而且我就比较喜欢那个我们一些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里当中有很多都是那个跟一相关的嘛 就特别多 所以起了江一这个名字 哦 你看小小一个名字能够体现出所有的家长和亲人都希望孩子因为这个名字 人生之路能够走得顺 小郭你这个你怎么想到学摄影呢 因为我那时候大学选专业我也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好 正好对这个摄影呢还有点兴趣 感觉摄影是文艺圈里的这个 所以就选择了一个广告摄影专业 用自己的视角去发现美 对 有点这个艺术创作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你今天带来你一些拍过的图片对吧 哦对 咱们一起上个大屏幕 好 你视频拍得挺好 但是是我的日盲区 但是你的照片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出彩 就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计时 视频刚好就是在我的指示区内 对 拍视频这块我看到用手机去拍的 我觉得一般缺少高级感 那照片的话更多的是一些现场的计时 其实现场的计时的难度在于 不好捕捉 而不是在于把它拍得有多么的完美 十分满分 二位打个分 视频我就不说了 照片吧 给我打六分吧 我觉得差不多吧 六七分这样子 他有很好的一个实战经验 可是他的理论基础太薄弱了 我觉得这个 不知道是跟他大学学习有关的 还是跟他之前没有学过美术有关 不管从照片视频都是能明显的看到 这也代表了郭京涛今天来到非尼莫属 找这样一份工作的一个原因 小郭呢 大家看他的报名表 学这个的 然后呢 干了四份工作 也都是这个岗位 摄影师 薪资呢 七千到一万 一万到一万二 一万二到一万五 它其实涨的幅度 在杭州那里来讲 其实不算高 很慢 你在报名表上写下 你期望的薪酬是两万 离职的原因五花八门 有的公司倒闭 有的薪资问题 有的发展需要 看完你的资料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你现在对于你未来要走的这条路 产生了一定的焦虑和迷茫 是吗 是有一点 深深地验了个脱 是有一点 就是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摄影 现在呢 其实我更多的是拍的是视频 虽然说视频跟照片 有很多共同之处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另外就是 现在因为短视频在风口上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放弃一些 艺术上的追求 更多的去吻合市场 吻合客户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短视频的风口会到哪里 所以我现在发展方向上 其实还是有点迷茫 就是我以后到底是往摄影方向走 还是说往视频方向走 这确实是一个迷茫的点 很不认同小郭说这个说法 就是说市场和艺术 他认为是矛盾的 然后我追求市场 就结构不了艺术 我认为不对 那砸大起来的画 我是搞书画的 卖得很贵 它是不是商业价值很高 它的艺术价值高不高 耳术能详 所以你说 好像我追求的市场 就不能追求艺术了 我很 我很不认同 你这个话听上去 也是很有道理 所以这没什么纠结的 你自由艺术达到一定高度 你商业上 才能取得很大的价值 也有很多 我们现在员工问我 就是有很多省事问我 就是到现在这个时候 自媒体时代 照片它和文字是一样的 就是你过多少年 再回来去看照片的感觉 和看视频 肯定是不同的 都可以坚持 都不会被淘汰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我在网上看过一视频 就说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姐姐 拍陶图 然后那个快门 卡卡卡卡卡卡卡 不停在按 然后她那个姿势 就不停在换 就真的是这样吗 快门卡卡卡卡在按 没错 我们也拍过这种的 你也拍过 像一些专业的淘宝模特 他们是这样 他们知识换得很快 我们摄影师只要够好图 基本上拍得很快 就是连拍卡卡卡卡 就这种 你能给我们学院那些模特 一般都摆什么常用的pose吗 这个就有那个范儿起来了 对 拍男模一般来说 插口袋的话 大拇指会露出来 重心不要放到两条腿上面 就是把胯往一边放一点 保持腿部的姿势不动 那我们上半身 有很多动作 比如说你手 你可以放到领子这里 可以放到下巴这里 可以放到鼻子这里 然后呢 你也可以两个手插一下 对 放到心前 交叉一下 然后你也可以手放到后面 就是一些很酷的知识 丁涛你的模特模拟一下 就是你和大老师 20秒钟拍十张照片 刚才大老师已经学会了 这个 行啊 你试试要不 拿手机来 我们常规都是这样去拍 这样拍的话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手 去不停地按 我们一般专业摄影师呢 他会把手机倒过来 为什么 你这样去拍 你这样拍的话 我们手机的拍摄按键 就在这个位置 你一个手 不停地按 对对对 好来来来 快快快 第一张 好来大老师 换一个pose 哎好 再来一张 对好 哎呀 专业 好不错 哎头太高了 头痒太高了 哎好 哎不错这个 大老师 你可以有一个新的 兼职方向了 头拍 这个模特挺好 行了吧 差不多了 我已经前驴技穷了 我觉得大老师 当模特的前置还得有的 你拍大老师的时候 就拍动作 基本上都是大老师自己摆的 就是 你给他指挥的很少 然后这一点还需要再练一练 当时看他给那个大老师拍摄的时候 他的样子很像我们电影的摄影师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适合我们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是拍企业形象照的 那个京涛 你刚才说专专业的摄影师 是把手机倒着拿给人拍照 其实我很好奇的是 你觉得专业的摄影师应该是拿手机给人拍照吗 现在拍摄的设备呢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相机 一种是手机 因为我们在杭州 拍的一些淘宝模特比较多 很多摄影师呢 都是用手机来拍的 现在已经成为一种 缝起了单了 相机的画质可能更好一点 但手机也可以的 我觉得跟画质没有关系 其实其实他的专业度差别是非常大的嘛 因为你像这个拍照一个照片的好坏 它其实跟不光是景深 还有构图 还有光线 对对对 它都是相关的 可是手机只能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 缺少高级感 我们就喜欢这样子的 很多的美女姐姐都是拿手机拍照的 我们不懂的什么单法啊什么 全都不懂 我觉得手机拍出来是最美的 陈玉峰陈总有点out了 真的 现在的这个时代 技术是浮云美感的 我觉得什么是专业的摄影师是 不管你拿什么相机 那只是工具 只要你会拍 拍得好看 这第一点第二点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PS P图是摄影师必备的技能 现在 不管是你们所谓的一线明星 二线明星 三线明星 它全都是要P图的 它是看你的综合指数 你的拍得好看 修得好看 以及时效快才OK的 刚才我认为一风老师讲得很好 你那个东西没有高级感 我认为很楼 你包括你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面试的你是专业的摄影师 你还和我们提手机 不很楼吗 专业的摄影师哪有玩手机的 你说手机和胆反 那就是冯水岭 我现在对 我觉得有点忍不住了 说实话 马瑞我同意你的观点 我觉得我看到了第二个out的人了 为什么out呢 首先刚才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杭州那边很多人 我见到很多大师 都是直接用手机在那拍的 效率高 那是大师 那是大师 而且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马瑞马总讲的一点很客观 就是说他手机和胆反 一定是封应用场景的 他刚才讲到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说你追求这种极秀的效率和便利性 肯定手机更胜一筹 那个是老百姓的视察 但你今天应聘的我们的主题 你是应聘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你在提手机这个话题 用这个工具 本身就是一朵out low了 你心中有剑的时候 哪个树枝都能有剑意 所以说 其实他心里面 有这种高级感的时候 他不管是用手机 还是用相机 他都能拍出高级感 那你看他现在到了大师那个级别了吗 我跟你说 你拿工具来说 这个是很out的 永远记住 技术是服务于美感的 工具也是服务美感的 对于你来说 你没有什么需要迷茫的 很简单 换公司 换一个有美感的公司 提升自己的美感 然后服务技术就可以了 我觉得刚才马瑞说的 也说的有一点特别特别对 就是你不管用什么 把人拍美是最关键的 其实一个真正的摄影高手 他是根本不在乎 用什么东西去拍的 他哪怕拿一个很老款的手机 他依然可以拍得很好 那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我刚才问的 并不是说我不知道 现在这个时代用的事情 我想知道就是 对于这些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问题在这儿 对我感觉 陈老师 你其实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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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小郭这个手啊 不停地在揉搓 不用紧张 我以为你要去打陈一锋呢 这个不可以啊 打人不行 那肯定不会 但是他的技能展示 和这个动作有关系 来 接下来 我们就掌声欢迎郭京涛 为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 双截棍表演 哇 哇 刚才你双截棍的表演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加分 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 不积极不认真 非常非常懈怠 你是一定要激情的 你整场下来 你没有激情 你让我感觉我激不住你 我看了以后 我就感觉 他这个双截棍 可能和我刚才看他的这个 就是说摄影和拍那个 视频的作品一样的 就有其形 无其神 我觉得说的对 我觉得你的审美 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的心法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看您那的简历 坚持一个赛道摄影师 你在我心中 本来是一个有目标的人 但是现在你自己在台上的表现 你现在正在 你要追风 你在短视频和摄影师之间 你现在在选择 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定位 你不知道自己的 职业的这样一个方向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根本问题 基本上跟吴胜说的 其实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内心的一个方向问题 他其实懂得你们所说的 最后还是追求美感 他其实迷茫的是说 我应该是走照片的艺术方向 还是现在我要去向市场 去在短视频这里去深耕 我完全不认同你 对不起 我完全不认同你的观点 什么是美感 美感不仅你是 我们生活 我们坐在这个舞台上面 他不管拍短视频 和拍他的照片 他都需要美感 美感不是所谓的高级 高级是美感的一个类别 美感是什么 你在拍每一个视频当中 你都要有你高于你的 审美的价值 去凸显你的作品 我拍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作品 我有美感 我拍一个做菜切葱花 我怎么把这个葱花 切得让人有食欲 它就是也是一种美感 我来解构一下 这个所谓的美感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照片 它怎么去体现 刚才所说的美感呢 所说的这种高级感呢 它是从专业的角度去解构的 它并不是说我有审美 我就能把它拍出美感 这是两码事 我来告诉大家 如何拍到有美感 首先 首先第一构图要美 对不对 这个构图怎么来的呢 那是要美出功底的 没有美出功底怎么构图 对不对 第二光影 就是所有画过素描 或者画过色彩的人 都明白光影的重要性 其次还有什么 还有类似 画外空间啊 对不对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包括这种组合构图 等等一系列 为什么我才刚才 一开始会质疑 你用一个手机去拍摄 因为你拿手机 你解决不了 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陈女工我给你出一题啊 先考他再考你 你随便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 拍三张照片 可以 然后陈一峰 在他面试的过程当中 你也用你的手机 随便拍三张照片 我们微白文化的副总经理 萧凡先生 也是摄影高手 我也允许萧凡先生一会儿 拍三张照片 题材不限 然后呢 一会儿我们把你们双方拍的照片 放到大屏上 大家一起看一看 好吧 咱们来对比对比 生图直出啊 拍完之后 你们还得说明白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拍 你这构图有什么奖 对吧 你就别蒙我们 哎 陈一峰现在有点虚 陈一峰现在坐不住 真拍我 哎 真拍我 真 等会儿 等会儿 画个桌 就摆一个你觉得最帅的姿势 就可以了 我就这样吧 好 可以 好 好 来大老师 看我一下 好 再来一张 还拍我 对 大老师 你放松一点 对 好 放松一点 其实我现在特别期待 看你的成片 因为我可能会从摄影的几个不同的一个维度 然后来看看就是你把它呈现出来的效果 我也想知道就是如何 你如何用手机去实现这摄影几个不同维度的这个亮点 这是我拍的 小盘拍的 这是你拍我们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 对 我觉得很辛苦 这是一个普通的人像 对 然后这个是拍的黑姐 我觉得黑姐的角度很好看 然后拍了一张 下一张 第三张我想说的是一个图书主体 我觉得图书是大风老师 就是一张照片拍完之后 就别人看到以后啊 你要第一眼知道我看的是谁 你不想突出它也难 对 它太有点焦点了 有闪光点 我没好意思说 有亮点 好 这一组应该是陈雨峰拍的吧 这个视角呢 是我坐在椅子上 然后一抬头 我突然觉得这个 我们所有的这个顶上的灯光 特别像一个外星飞船 我想多展示一些 大家可能平时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这张给我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现场所有的机位 没有贴着地面的 从这个角度拍的机位 所以我用了我手机尽可能最大的广角 然后拍出一个大家可能平常正常看不到的一个视角 这一张你看到就是其实跟刚才小凡拍的角度是类似的 但是我更喜欢在拍摄的时候呢 跟被拍摄对象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所以我专门让他 我说你转过来看我一眼给我一个表情 然后我又用了超大广角 然后拍出一个就是稍微有一点激变的和一个就是有互动感的一个照片 这是你的三张 是的 好观众朋友们 最重头戏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的求职者郭京涛 他拍的照片 来 帅 蒸土朋友们 蒸土 是蒸土吗 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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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姿势包括这个眼神 一看就是一个专业组织的范儿 而且呢很有思想很有内涵 真好满分啊满分 刚才呢是一个半身的中镜景 这张呢是一个全景 就是拍一个全身的镜头 另外呢就是机位呢我稍微降低了一点 这样的话人会显得更加高大一点 好好好 好第三张 嗯 哦这是你拍的全景 啊 对这个是一个空镜 嗯 构图呢采用的是对称式构图 照片呢用的是一个广角 为了把前面非你莫属这几个字也带进来 空间看上去就会比较大一点 好来我们掌声感谢三位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摄影作品啊 我觉得一风跟萧总的两个平分纠色 勾三张照片吧我比较欣赏了一风的第一张拍的那个独特的视角 啊 让我确实感觉很不错啊 小伙子拍的这些照片呢 呃 嗯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相对普通 体验不出更多的这个艺术价值 还是陈一峰拍的那三张最好 我赞头 我也是觉得的话陈一峰那三张拍的好 我我觉得我要帮帮他 刚才明明的三张照片就是他拍的最好 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好我给你们解释解释完 第一张照片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张照片拍的好 你们自己可以做个实验 只要个子不高的人 他的分界这个构图非常你就是 膝盖以上的五公分这个构图 不管你今天一米四 你都拍的可以像一米七 刚才说这个问题那是个最基本的问题 不对的你错了 因为构图刚才讲就是我们的第一标准 刚才还有那全身那张 你们自己在做实验这张构图不管你个子再矮的人 只要你的脚在镜头底部的就可以把他的人拍得很高 所以他有美化他的对象拍摄对象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全景图 他有做了构图的上下呼应且非常非常对纯 所以我觉得什么是美感 我觉得这三张照片从如果单纯从三张照片来讲的话 他就是做到了比实景美 比拍摄物本身有做美化跟优化 那为什么他不这张三张照片 为什么不是他拍得好呢 我不同意马总的观点 大伟老师这个身高问题 这个是任何一个摄影师最基本的素颜 你错了 或者要拍瘦的 矮子要拍得显得高一些 你错了 这个还拿得上一题吗 这是最基本的 你假如连这个意识都没有 那你都拍不上这个专业 峰哥峰哥 我为什么讲 听我讲吧 我为什么讲程一峰老师拍得好呢 第一个他选才选得好 选了我 对吧 有亮点 原来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和萧发老师的那个对比 他那个整个那个 也不是拳脚半拳脚 四周的溜白 那个构图很舒服 第二个他拍下来这个场景 这个选才选得好 因为这个角度 是其他电视界前的观众 没有看到的 他有一个差异化 第三个拍了这个浩瀚的星空 赋予了他情感 有代入感 达到了他的专业性和高级感 说得太好了 所以我认为 程一峰拍得最好 假如他拍大伪 绝对大伪 比这个拍的大伪老师还要好 之下你要多和程一峰老师 加个微信好好学习 你还要修炼上很大一个台阶 你才能达到两个W 我认为你现在不值 能不能接受选择权在于你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各位企业家最终的选择 好 祝贺你郭京涛 还剩下三盏灯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选择APP呢 它是一个旅拍平台 所以希望就是 你能够跟其他专业的摄影师学习 就线下体验店的很多摄影师 都是得过奖的摄影师 底薪是6000 加上提成 那工作地点呢 是在我们三亚 或者是大理的一个线下体验店 我们是PM照相馆 专门拍摄企业的写相照 我们服务人群 主要是企业老板 我给到的工资是3500家 然后工作地点在天津 你不要看底薪比较低 但是我们主要是赚提成的 然后呢 修图师美妆品牌 给你的是摄影摄像岗位 然后你的薪酬是1万家 在我身边之后 我可能会 你可能更多的是要学习 然后提升你的美感 工作地点在广州 郭京涛 考虑一下 选择一盏灯灭掉 好 回到台上 我们又请马瑞和肖凡 走上竞价台 我问你一句 为什么要灭掉陈宇峰 是因为他刚才话多吗 不是 我觉得陈老师给的很多意见 还是挺中肯的 因为铝拍可能不是我心里 想要的那个工作状态 说实话 我觉得你目前 如果单纯你 如果面试的时候 你拿你的作品来给我看 你目前的薪酬 只值6500到7000 一个基础的 一个摄像的标准 如果你没有给我看你的姐弟 只是单纯拿这个片子 给我看的话 为什么1万家 是因为我觉得考虑到 你如果从杭州到广州 会有一个生活成本的转移 所以给你额外增加到1万家 但是这个只是你的开始 并不是你的结束 就像刚才那个老师说的一样 差不多你的薪资 就在6到7000左右 好 接下来 在马瑞和肖凡之间 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郭京涛 你最后的选择是 好 我选择马老师 祝贺马瑞 感谢肖凡 有的时候 不太注重审美 只会追求效率的时候 人就会变了 从专业的角度 还是差了很多 确实 我也觉得我 审美确实需要 再往上提升一下 更多的去 去吻合市场 吻合客户 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如果想通过 飞你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 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飞你莫属招聘全篇 at163.com 荣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